对外界称为是伊朗核武器之父的法克里扎德 被暗杀的事件引发的震荡还在继续当中 我们看到随着一些暗杀细节的披露 一份疑似是以色列情报组织摩萨德的刺杀名单也被提起 伊朗的复仇之火正在燃烧 而美国也派出了航母和战机来到了海湾地区 那么多方的决定之下将会把地区局势引向何方 在讨论之前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背景 伊朗驻华大使克沙巴尔兹扎德12月2号表示 未来或将还有一长串类似暗杀事件在敏感地区发生 11月30号伊朗在首都德黑兰 为被暗杀的顶级核武力学家法克里扎德举行葬礼 据伊朗媒体报道 被外界称为伊朗核武器之父的法克里扎德 早暗杀现场发现带有以色列军工标志武器碎片 袭击所使用的是由卫星控制的远程遥控机枪 暗杀过程只持续了三分钟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沙姆哈尼表示 参与此事的有伊朗反政府组织人民圣战组织 以及以色列和摩萨德支持的犯罪分子 伊朗方面提醒国际原子能机构 该组织对法克里扎德被杀负有直接的首要的责任 另一边伊朗抗议者赶到伊朗总统官里外 召喊向美国开战的头号 弗莱玛尼的继任者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诚旅新任指挥官 伊斯梅尔·卡尼发出警告称 以色列末日即将来临 伊朗媒体呼吁对以色列第三大城市海法 发动报复性打击 而两周前 特朗普曾考虑在短时间内 对伊朗主要核设施发动攻击的选项 被身边幕僚劝阻 但据多名美国官员透露 特朗普已经全权委托 包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内的 一些强硬派政府官员 在未来几周内随心所欲的 对伊朗施加压力或惩罚 特朗普只要求他们 不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